刘亦菲拍戏被凯游 忍气吞声反被骂 2002年神雕侠侣拍摄期间 年仅17岁的刘亦菲 却在片场遭到显猪手 在拍摄争夺武林盟主的戏份时 为了庆祝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 打败金轮法王 刘亦菲被丐帮弟子高高举起 但令刘亦菲没想到的是 顶着丐帮企号的一群群演 真把自己当成乞丐了 在接到刘亦菲的那一瞬间 镜头里突然出现了一只无名黑手 在刘亦菲胸部迅速的抹了一把 并且这一段在剧中不到一分钟的戏 刘亦菲却在片场足足拍了一个多小时 戏份结束后 刘亦菲不仅头发被扯开了 连衣服都被人撕破了 但是为了拍摄进度 刘亦菲只能忍气吞声 没有办法 因为在现场确实也不能够伸张出来 你要那么多人 那么那样一个拍摄氛围 为了你一个人耽误这么多人的拍摄 我觉得实在是不应该 所以最后就忍下来 回家跟自己家里的人说 他们都非常气愤 但没有办法 这事情真的非常无奈 后来刘亦菲妈妈知道这件事后 立马找导演讨要说法 但由于片场群演实在太多 最终还是没能找到真凶 但是刘亦菲一味的隐忍 却成了某些粉丝毫无下限的底气 2016年在某发布会上 刘亦菲正和自己粉丝有爱互动 然而下一秒就被冲上来的狂热男粉扑倒在地 现场强烈的撞击声吓得粉丝连连尖叫 并且当晚刘亦菲还是穿的短裙和高跟鞋 这么一摔看着都疼 事后这名男子被保安迅速制服 刘亦菲助理也出面回应 称身体已无大碍 只是有些擦伤 可无论怎样 这些事情对刘亦菲的伤害 是永远无法磨灭的 敢让刘亦菲被黑锅 讲一眼是头一个 在一期鲁鱼有约中 鲁鱼只是进行简单的提问 可江一燕却突然开始了她的茶言茶语 我们对她好奇多一些吧 因为她也很少来学校嘛 三言两语间就把刘亦菲描述成了爱矿客的形象 神仙姐姐表面还算淡定 但是不安分的手指和控制不住的翻白眼 已经暴露了她已经生气了 或许是意识到了气氛不对 江一燕赶忙补了一句 不是你在拍戏不是矿客 这一通解释 直接把矿客的帽子扣在了刘亦菲头上 紧接着又开始吐槽刘亦菲不爱讲话 忍无可忍的刘亦菲也只是叹了口气 终于感受到刘亦菲的不快 江一燕试图将自己的话圆回来 于是她开始大放彩虹屁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刘亦菲的表情 那就是老娘看你怎么编 但是事实真如江一燕所说的 刘亦菲经常旷课吗 在另一档节目中 同样是刘亦菲的同伴同学 却给出了不同答案 在《非常近距离》这档节目中 她的同学透露 刘亦菲是外表看着那项 但是熟了以后就会发现她另外一幕 并且同学还特意强调 刘亦菲在校时间很多 她们经常一起外出游玩 由此可见江一燕说刘亦菲不在学校 怕不是自己不在随便猜测的吧 而这还不是江一燕第一次算计刘亦菲 早前两人在拍四大名捕时 就有网友怀疑江一燕打压刘亦菲 明明刘亦菲才是女主角 但身为配角的江一燕 不仅戏份比女主角刘亦菲多 发布会现场更是稳居C位 但是纵使穿着亮眼的眉红色 江一燕也不及刘亦菲美貌的万分之一 你们觉得刘亦菲有被比下去吗 当男明星遇上刘亦菲 陈晓是怎么忍住不心动的 刘亦菲陈晓出席活动 出场时两人就各走各的 唯一一次互动 陈晓都是面无表情 反观刘亦菲全程面带笑容 热情地和观众打招呼 而陈晓则是全程严肃 左看右看就是不看刘亦菲 避嫌行为可以说十分明显了 而同样是与刘亦菲搭戏的男主角杨阳 与刘亦菲同台时 却满屏散发着粉红泡泡 出席活动时更是毫不避讳的 满眼宠溺 全程严厉只有刘亦菲 就算刘亦菲不在身边 杨阳也会对刘亦菲大夸特夸 更别提和刘亦菲同台了 在一档节目中 主持人让杨阳教刘亦菲自拍 照片出来后 主持人立马表示 这是刘亦菲最好的一张自拍 因为之前的自拍都太丑了 而杨阳立马反击道 何杨阳共同出席梦红毯 神仙姐姐和军艺校草同台 简直视觉盛宴 抱起小朋友的那一刻 简直就是一家三口的即时感 古天乐和刘亦菲参加访谈节目 古天乐全程歪着身子 目不转睛地盯着刘亦菲 甚至看得有点发呆 那表情仿佛要把刘亦菲 看出一朵花来 朱亚文在上学时期被室友爆料 解疲非常严重 她的床就像个雷区 谁都不可以做 但只有刘亦菲除外 某节目中 节目组安排李一峰和刘亦菲 一起调威亚 虽说李一峰恐高 但是却在努力地照顾刘亦菲 当刘亦菲按照规则 给李一峰代为金时 瞧李一峰那笑得不值钱的样子 就能知道她有多开心了 好 好